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介绍的行山路线是D3尼后碉堡扎菠萝 行情分为两段 由大埔公路马勾山出发 沿金山路北行 途径九龙水塘 金山郊野公园 城门碉堡 上城门水塘等地点 如果对历史建筑有兴趣 可以前往路线以外的 城门水塘煮坝纪念碑 之后沿路折返城门水塘波罗坝做终点 路线全程约7.5公里 胖性高度大约630米 下降高度约620米 全程随时约4个小时 难度平级是2级 属于普通难行路线 至于装备方面 建议穿着有护画 和找地力较强的行山鞋 并且携带辅助器具 例如行山手像等 有需要的时候使用 要前往起点大埔公路马勾山 大家可以在港铁太子站E出口 乘搭九巴路线81号直达 班次大约10至15分钟一班 车程大约15分钟 在石离贝水塘站下车 就可以到达起步点 行程结束之后 可以在终点乘搭 绿色专线小巴82号 到达荃湾少和街 再步行大约15分钟 经港铁荃湾站离开 这条路线的起点和中途都设有 补给站 休戏设施 和洗手间给大家使用 行程第一段 大埔公路马勾山 九龙水塘 金山郊野公园 大家在石离贝水塘巴士站下车之后 就会到达路线的起点 即是大埔公路马勾山 巴士站左边设有家水站 自动售卖机 休戏设施和洗手间 大家出发前要准备足够水份 补充体力 完巴士站向前行 大家可以沿沿简方向转左 进入金山路 之后会经过金山郊野公园告示板 提提大家 这里不时会遇到猫子 千万不要手持背心胶袋 或骚扰他们 要注意安全 继续沿金山路前行 会经过九龙水塘 九龙水塘建于1910年 是新界第一个水塘 于2009年这位法定古迹 沿水塘继续行大约五分钟 见到凉亭之后 沿简方向前行 沿途设有流动洗手间 大家有需要可以使用 继续沿金山路前行 就会进入金山郊野公园范围 金山郊野公园在1977年啟用 占地339公顶 是本港最早开拓的郊野公园之一 继续向前行 会经过金山加乐径入口 接着会看到M118标拒柱 继续行金山加乐径旁的路径 没多久就会看到分叉路 这个时候可以沿简方向靠左 继续前行 沿路前行会看到另一个分叉路 大家可以靠左继续行金山路 途中会经过W066标拒柱 向前行大约5至7分钟 到达梁亭之后 再沿简方向转右上梯级继续行程 沿路10级而上 景色决然开朗 这里可以飽览全湾 葵冲 青衣 及岸旋洲一带的景色 也可以远跳水塘 和大墓山的宜人景视 沿途视野开阔 行程第二段 城门碉堡 上城门水塘 城门水塘波罗巴 继续向前行经过M123标拒柱之后 便会到达城门碉堡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当时政府为了抵御外敌入侵 建立最走湾防线 城门碉堡最具特色之处 是以倫敦街道命名的隧道 1941年 英军和日军曾经在这里拨火 最终被日军攻占这里 并在书佛不离行隧道壁上 留下了 若林队占领的黑字 提提大家 部分隧道已经被泥土淤塞 不能够通行 千万不要进去 以免发生意外 欣赏城门碉堡之后 大家可以沿路向下行 途中会经过M124标几柱 向前行没多远 就会经过 麦里号径第七段的烧烤墙 烧烤墙内设有洗手间 和加水站 大家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 补充体力 休息之后 继续向前行会见到分叉路 大家可以转左 直接前往城门水塘波罗坝 如果对于历史建筑有兴趣 就可以转右 步行大约10分钟的路程 参观在路线以外的 城门水塘主坝纪念碑 之后再沿路折返继续行程 城门水塘在1923年开始动工 历时14年完成 并于2009年列为法定古迹 甚具历史意义 欣赏城门水塘纪念碑之后 可以沿路折返往城门水塘波罗坝方向行 沿路欣赏水塘美景 轻松写意 到达城门水塘波罗坝之后 从小巴总站10级移上 就到达波罗坝自然教育径入口 横过城门随水塘之后 继续行波罗坝自然教育径 在末段上梯级之后转左 见到分叉路之后 靠左继续行 向前行大约10分钟 就会到达赏碟园 赏碟园 种植了蝴蝶的物园植物 和幼虫食用的植物 吸引各类蝴蝶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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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相碟园之后 在分叉路转左 向终点城门水塘波罗坝进发 向前行大约15分钟 就会到达小巴站 这里设有小食亭 加水站 和洗手间 可以供大家使用 大家可以在这里 乘搭绿色专线小巴82号 班次大约8至15分钟一班 车程大约20分钟 就可以到达荃湾绍和街 下车之后向前行 沿重安街方向 步行大约15分钟 就会到达港铁荃湾站 今次行程也结束了 如果你的智能电话 已经安装可使用 GPX 档案的相关远足应用程式 可以素描画面显示的二维码 下载D3 尼猴雕堡雜菠萝的路线资料 或者浏览行山落网页 获取更多远足资讯 行山有益身心 但保护大自然同样重要 请紧记《无痕山林七大法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